政黨的消息 繼續來看 日空二數年的總統代算 民進黨派落選中出來選的紀律上官 如果國民黨要派责呢 也不太知道 候選上官的是候悠義 什麼時候要標台參選 真受注目 羅秀蘭 曾參加到望路節目的時候 先說 他說他確定沒有做好手 也好由當來不要談太晚 說四月到六月 是適合標台的時期 國民黨的地口的這個行政官司 我們也認為國民黨就要趕緊來決定人選 說五月到六月 應該就要明朗化 日空二數年 請就要選總統 若然候選人 到現在要不確定 現在市長海務議 雖然人氣很高 但是一直都沒有標台 同樣是庭船長的羅秀蘭 今天在參加行政議會 已經有一個適當的時期點 在這個過程當中 讓候選人順利 緩解的情況之下 產生更加重要 雖不必操之過急 但是也不宜過晚 那所以我覺得應該四五月 五六月 應該是一個合適的時間 一直講到 團結的重要性 當時說 國民黨現在 真正去找出一個適合的人選 是說在侯優儀和過臺灣之間的支持 什麼人 她不說 我會站在非常客觀 公平的角色 予以協助團結 謝謝 國民黨地庫接行政 掛這份表是說 南部很多人要參選 立委 他們希望總統候選人 可以趕緊確定 三年女就是要表態 這對侯優儀來說 不是她的特質 雖然大家心裡已經認為說 大概某種程度 已經往這個傾向過去了 但是五月 六月 或許才是一個正式 讓很多事情明朗化的 一個關鍵事件 未來兩五月關鍵機 如果是說最終這家劇目好優儀 她沒有表態 如果國民黨 當來道政兄弟未聽見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也不要忘記收看 華視新聞雜誌喔